老妈妈好 来 路台长 老妈妈好 路台长 舅舅妈妈 我前二年得了脑栓塞了 脑血栓是吧 你告诉我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我是四一年七月二日 数舌的 四一年 数舌的是吧 数舌的 老妈妈 我告诉你啊 只是小中风 小血栓 我告诉你影响你两个 你第一便秘 你用卫生间的时候 千万不能憋 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胆固醇很高 我告诉你 你的血管脑血管 我看到不止一个出血口以后 所以你去问医生好了 你现在一定要当心了 不要再吃胆固醇很高的东西了 我现在吃素已经二年了 两年了是吧 太好了 你第一要吃素 第二 老妈妈你每天上午要吃个水果 最好吃一个青苹果 好吧 好 而且你要吃 我有糖尿病 青苹果可以吃的老妈妈 糖尿病可以吃青苹果 如果你血糖觉得 低的话 你可以吃一点点汗里 就是那个蜂蜜 好吗 因为你有便秘 还有 老妈妈有一个眼睛非常不好 两眼都不好 两眼都不好 右眼更不好 老妈妈 那个厉害 那个右眼厉害 右眼 右眼要当心 特别当心 掉眼泪 模糊 看不清楚 左眼呢 还能看 老妈妈 关节也不好 关节或是很疼 要 我看 要走路 好 要走路 坚持走路 我现在俩腿走不动 走不动 也得撑着 也得走 老妈妈 第一要走路 第二 老妈妈 你要记住台长一句话 你像你这种病 每天要念大悲咒 要 十七遍 我每天念 念昨夜 念小房子 十七遍有吗 大悲咒 我每天念昨夜 二十一遍 你念了之后 你就说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 你就把这些小房子 不要做功课留着 就是说 直接先治你的病 请观世音菩萨 帮我治 我身上的糖尿病 你的腿啊 老妈妈 你的腿 我刚刚看是最大问题 因为你 如果你再不好好的 把这些病治好的话 你可能会 会做轮椅了 听得懂吗 我 那药走不了道 药汤啊 你的腰 哎呦 你的腰 有肩 腰肩盘 还有点突出 一点点 第三节的地方 老妈妈 你的肾脏也不好 对 右肾啊 嗯 很不好啊 小便也不好 不好 老妈妈 现在我看身体很糟糕 就剩一个脑子还好 我现在也糊涂 现在 现在也糊涂 现在也糊涂 老妈妈 我教你两个方法啊 第一 你现在吃素了还好 第二 拿一个木梳啊 经常梳头 把自己的头啊 梳 其实就是按摩血管 第二 你吃不吃单身片呢 我过敏体质 吃嘛都不行 你吃吃看好吧 这是中药 不是西药 单身片 单身片 我吃完了 你看 你看我这肚子 老大的 说大就大 说小就小 你吃过没有 啊 吃过没有 吃过过敏老大吃完了 吃了多少时间 哎呦 吃了三天 我都不难受了 就不敢吃了 三天 嗯 就难受 难受了 我一看它上写的 过敏体质不能吃 没有啊 你是吃个什么单身片 就是 单身片没有说 上面写的过敏体质的 我是吃的上海处 那单身片 吃完 我现在不吃那个 我二十年的肚子胀 肚子胀胃也胀 你知道吗 老妈妈 你肚子胀是因为 你的胃不好啊 你知道吗 要命啊 那你这个小肠有问题啊 小肠啊 你吃下去的东西 都不蠕动啊 都积在那里 听得懂不了 哎呀 我现在一坐着哈 屁股胳腾腾 有一块东西 腿胳胀 妈妈没有东西 坐下胳腾腾 做不了 老妈妈 你听我一句话 糖尿病呢 第一 要泡脚 第二 不能碰撞 第三 每天要坚持走路 还有 每天晚上睡觉 之前四个小时 不能吃东西 嗯 肚子再饿也不能吃 一个晚上能保证你 心脏 不会负担重 而且血糖不会高 早上起来 要测试血糖 血糖机有不啦 天天测 啊 要测 测了之后 才吃东西 要少吃多餐 而且你要每天念心经 你听台长的话 你要多喝大杯水 天天大杯水 我们家就我喝 谁都不舍得喝 这个老太太 老妈妈 你记住 你现在几岁啊 我帮你看看 有没有结 我看看吧 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是 76了吧 书小说了 她什么都不知道 76就是结啊 七十六 七十五七十六 我也糊涂 这个老妈妈 很好玩 老妈妈 你听台长的话 你寿命还有 寿命啊 寿命有 质量不高 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所以 所以叫你好好念经啊 你要念经之后 质量就上去了 你要知道念经之后 你如果有一天 一边呢 好好念经 消业障 然后呢 老妈妈 我告诉你啊 我看见你有一个姐姐 也不知道你一个妹妹 你有个过世的姐姐 还是妹妹啊 妹妹 老在你身上刚才 所以你心 你要记住 她老在你身上 你的身体就好不了 你能不能 把她念经啊 消掉啊 我不知道是哪个 我有两个妹妹死了 死掉的那个 死两个了 死两个 我帮你看看啊 我帮你看看啊 瘦的那个 瘦的那个 我小时候死一个 前几年死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 一个 一个眼睛 在这里有两个颧骨的 想想是一个哪一个 颧骨有点点高的 脸有点长的 眼睛不大 我还不知道 我小那时候 我告诉你 可能就是你前几年 死掉那个 那他六十多岁才死的 可能就是这个 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吧 好吧 我因为我这个体格 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吧 别看我了 我本来就不好受 这个老妈妈 挺逗的啊 老妈妈就这样 你就给他念吧 好吧 我因为我这体格不好哈 我吃素 我二年了 我老伴就跟我一块吃素 就怕我一人吃素不妨的 前一阵老头甩两个脚 孩子劝老头 别吃素了 你岁数大 没劝他 孩子们说 吃素岁数太大了 我告诉你 你记住一句话 你去看专家医生 年纪大的 吃素非常好 老头说了 老头说 我在菩萨面前洗愿了 我挺露台长的话 我吃定了 谁也劝不了他 加两个 加两个 加两个那个营养品就可以了 吃吃 一个叫他吃 那个软磷脂 大豆软磷脂 吃脑汁的 包括你这个 也可以用 第二个 要吃螺旋枣 他心脏不好 心脏不早 我告诉你 你叫老先生 待会 我跟你说 这个老先生 他就是要叫他吃单身片 你呀 我告诉你 你就是自己脑子里 哎呀 吃下去我会肚子脏不舒逸 我告诉你 单身片根本没有什么副作用 哦 那好 你要坚持的话 我告诉你 不会 你肯定 他是活血化瘀的 那有您这句话 没问题了 我要吃 没问题了 你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 消消消 好吧 你听我的话 我都吃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手掌都吃的 我就不跟你讲了 他能够保护心脏 你知道活血化瘀 瘀是什么吗 瘀就是肿瘤啊 听得懂不了 活血化瘀就是把肿瘤化掉 现在明白了吗 我前些日子 您去年来的时候啊 我妹奶少图腾 心里有点翻得红 我夜里做梦了 做梦了吗 做梦了 回来您都说了 哎 你别以为我不管你 我管你 看见了吗 我不管你 我给你请来一个 主任医生 你回头看看 我一看一个六多岁 一个老太太 我回头等我醒了一坐 这菩萨给我砍病来了 菩萨 我原来起不来了 从那以后我都起来了 现在 大家听到了吗 对 台长 法身很厉害 我救人主要是法身厉害 所以我救不了你 我帮你找人救你 不一样 我给你找人了 你知道吗 我会管你的 老妈妈 你放心好了 谢谢陆台长 谢谢陆台长 我觉得你啊 因为你如果好好的活着 你现在质量虽然不好 但是我看你的阳寿 除了81岁的时候有个大官 其他的时候都过得来 没什么大问题的 你死不了的 质量搞 质量搞点 他难受 好了 我现在就要求您 陆台长 脑子晕 我体来年轻费劲 晕得我难受 头晕 晕是吧 头晕 你还是血压问题啊 血压也不搞 凉凉 他天天头晕 头混 头迷糊 你起来的时候 不要一下子起来 我得做保健 这碗保健才起来了 不要 不要做了 我看你啊 我看你做保健不如散步 你在床上做保健的话 血液也是会很厉害的 所以你头起来 头会晕的 你听我的话 好吧 你不要以为啊 你在床上踢腿啊 拉手啊 全部会增加血压度的 所以你在床上要放松 起来之后散步是最好 因为头顶的天 脚踩的地 接天地之气啊 这还不懂啊 所以走路是长寿之道啊 我走路 我咬疼俩腿 被尘走不动啊 走几步就跟走二里地在的 揽不动我的腿 坚持吧 好了 老妈妈 你看看我的佛堂好吗 你看看 你还有 还有护法城保护你的 观地菩萨都来保护过你 你家里应该这个相会打卷呢 好吗 没问题啊 我买完的房子 我念了二十一张小房子了 给房子 蛮好啊 八卦二的房子 新买的 一年多 我都念了二十一张小房子 这房子也不是太大 我马上就看到你房子了 蛮好的 有两个佛堪 对了 外面还有一个柴神爷呢 没问题吧 我的 像你这么大年纪 还要财神爷干嘛 那是儿子 我给他打来的 他没拿走 去财神爷保佑我的儿子发财 各我那是的 好了 两个佛台是对的 把菩萨跟神要分开的 对 分开的 一人一个台 对 我都上回听完你 你知道 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寺庙啊 就是拜菩萨的 有的拜观地菩萨的 有的拜这个 拜那个 他都不一样的 明白了吗 好了 好 谢谢 佛台人 谢谢 老妈妈挺逗的